哈囉大家好,我是滴魚花,本集看點 海賊王最久伏筆之一 香吉士的夢想未然海域要如何實現 香吉士20多個跟魯夫相反的事件 他跟魯夫的夢想也會是相反 一個讓海域連在一起,一個讓土地連在一起 只要打破紅塗大陸就完美實現了 魚人預言家早已公佈 我兩百張五十留言,五四硬幣就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看完留言我會找個最有趣的置頂 也歡迎加入我的第一信一套海賊王 大家都知道,草帽團很多人都有夢想吧 至少在東海時期的人都有 因為他們在前往偉大航道之前有許個願 像是索隆要當上最強劍客 或是納美要畫出一張自己親眼目睹的世界地圖 騙人布是要成為勇敢的海上戰士 這三人的夢想是最明瞭的 但魯夫跟香吉士呢 這兩人的夢想並沒有像上面那麼簡單理解 而且這兩人的夢想可以說貫穿了整個海賊王劇情 今天的重點就在於解釋這兩個人的夢想 且他們的夢想早與暗示是相反的 會說是相反是因為 魯夫跟香吉士的完美相反對應 像一個用拳頭一個用腳 一個恩人斷手一個斷腳 一個愛蟲一個怕蟲 一個愛吃一個愛祖 一個去到女人島一個去到人妖島 一個有很好的兄弟 一個有很壞的兄弟 一個不痴迷女人 一個痴迷女人 一個爸爸是僱用兵 一個爸爸是革命軍 之類的這種對應至少有20個以上 這很明顯是韋田故意對應的 這可以說是很重要的伏筆 因為這樣我們就很有機會 也可以看出後面的劇情 舉個例子 香吉士的媽媽是貴族 那我們就可以想像 魯夫媽媽可能是相反的奴隸之類的 但今天先不談這些小概率事情 我們接下來要談的是 超高機率的伏筆 那就是香吉士與魯夫的夢想相反 我們先來看到香吉士夢想這邊 香吉士的夢想是蔚藍海域 蔚藍海域就是四片海的魚聚集在同一個海域 當時聽起來是不太可能辦到的 因為紅土大陸的關係 把海域都給割開了 香吉士他們聽到蔚藍海域是在偉大航道 所以上了草帽團的船去尋找 事實上 除了香吉士的夢想是蔚藍海域外 還有一個人跟他一模一樣 那就是他的恩人哲普 哲普早在香吉士去偉大航道之前 就在那裡冒險過了幾年 之後在偉大航道全身而退 但哲普這幾年 並沒有找到蔚藍海域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在幾年前有給出一個結論就是 現在並沒有蔚藍海域 當時說了紅土大陸可能是後來建造的 所以並沒有這個海域 在之後劇情公布了 以前的島嶼是連在一起的 意思就是很有可能沒有紅土大陸 且一片大海也是連結在一起的 所以有可能香吉士的夢想是找不到的 而是要靠行動來創造 這裡最好的方式就是打破紅土大陸了 第一 香吉士的夢想是海域連結在一起 可能是要靠行動來創造的 再來我們來到魯夫夢想這裡 應該很多人覺得魯夫的夢想就是當上海賊王吧 但這並不是他的夢想 魯夫的夢想其實是唯一一個還沒公布的夢想 海賊王提到魯夫的夢想有很多次 第一次是三兄弟對話中提到 薩波跟艾斯都傻眼了 艾斯不知道魯夫在講什麼很無語 薩波說你真的好有趣啊 我對你的未來充滿了期待 再來就是紅髮回憶魯夫曾經說過 跟羅傑船長一樣的夢想 再來就是頂上艾斯之詞 說了不能看到你實現夢想的那一刻 但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因為你是我的弟弟啊 再來就是羅傑白屋子光月田的回憶 羅傑說了他的夢想 白屋子這裡的回應說 你胡說什麼啊羅傑你又不是小毛頭 再來就是艾斯和大和的對話 也提到了這個夢想 大和說了羅傑也說過一樣的話 在草帽團離太和之國去到彈頭島的過程中 也有提到 草帽團也是很驚訝的 騙人部更是直言說 這夢想根本不可能實現 魯夫說也許我當上海賊王就可以實現 鳳基說了這樣會比海賊王更讓人印象深刻 以上就是魯夫在劇情中 提到自己夢想的幾個劇情 那我們能知道夢想是什麼嗎 目前的線索就是 這個夢想是很幼稚 且難以實現的 因為魯夫講給艾斯聽 艾斯會無語 羅傑講給白屋子聽 白屋子會覺得他在胡說 他又不是小毛頭 而且就算羅傑這種超強的大人說 大家也覺得不會實現 意思就是 依目前海賊王的科技 或者是世界狀態是不可能實現的 當時給出三個最有可能的答案 這裡簡單代顧一下 首先就是去到月球 這確實是小孩會講出來的話 其實海賊王的科技也很難辦到 事實上海賊王之後也可能會把劇情帶往月球 因為愛妮爾在月球牆壁上 就看到了跟不滅之火一模一樣的圖案 我覺得古代兵器就是從月球來的 因為地球上還沒有古代兵器的能量 像貝加龐克最近才研發出天王的能量 但古代兵器800年前就有了 所以有可能月球之後也會參與到劇情裡面 但我想這應該是靠愛妮爾來辦到 因為如果是去到月球的話 愛妮爾已經提前一步了 這夢想就變廉價了 且佛忘記為什麼會說 這樣會比海賊王更讓人印象深刻 就沒那麼合理 另一個就是全世界開一場宴會 小朋友有什麼童言無忌的夢想嗎? 也許是曾經發生過的事情 魯夫在夢想實踐那刻 會不會就是海賊王結局的時候 而正好韋田曾經說過 結局會是一場宴會 所以這個夢想有沒有可能就是 關於這場韋田所說的宴會中 魯夫會不會在小時候開過宴會 覺得很好玩 所以他的夢想是讓全世界同時開一場宴會 這件事情在旁人口中聽到 也會覺得你在說什麼 確實也很難實現 但是如果魯夫當上海賊王 改變世界 或許這件事情就不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 最後一個就是今天的重點 因為這個如果實現的話 那魯夫的夢想又會跟香吉士的夢想相反了 那就是把島嶼連結在一起 這句確實像是小朋友會講的 魯夫會講這種話可能就是因為 他看著紅髮他們離開 或者是其他親人都出行 他想要連結大家一起生活 且這件事情也很難辦到 事實上就是復刻以前海賊王世界的模樣 而且如果魯夫真的是這個夢想的話 那他跟香吉士的夢想又會再相反一次 一個是海洋連在一起 一個是島嶼連在一起 以前偉連瘋狂對應兩人來看 夢想應該也有機會不會犯過 假設這對應到底來看的話 那魯夫的夢想是島嶼連在一起 是完全沒毛病的 且是最合理的答案 但這個夢想要如何辦到呢 最簡單的就是打破洪魯大陸 而打破洪魯大陸就可以一次實現 香吉士和魯夫的夢想了 畢竟如果打破洪魯大陸 才可以讓島嶼連在一起 至於要怎麼連呢 你可以說打破就算有連在一起 畢竟洪魯大陸就很像囚禁地球的東西 或者有其他方式 而香吉士夢想的未來海域也完美實現了 因為沒了洪魯大陸 四面海域的雨 當然就可以聚集在一起 第二魯夫夢想高機率 想把島嶼連在一起 完美相反了香吉士的夢想 這算是一個完美的對應 接下來要討論的就是 有動機打破洪魯大陸嗎 最後再來說說要如何打破 其實魯夫就有巨大打破洪魯大陸的動機 那就是毀滅魚恩島這個事件 在魚恩島有一個占卜準確度高達100%的人物 那人就是夏立 他有名的預言有預言人魚公主誕生的時間 也預言了大海賊時代的到來 還有頂上戰爭的發生和白屋子的死亡 基本上他的預言是海賊王超級BUG的存在 基本上是百發百中 但就在這一百怕預言中 還有一條還沒實現 那就是魯夫在來到魚恩島後 夏立也預言一次 他預言完後說了 快把他找出來戴草帽的海賊小子 把他從這個國家趕出去 他會毀滅魚恩島 而這個毀滅還有給出畫面 漫畫版看上去是一片火海 而動畫更是直接畫出火海的景象 所以感覺不像是小型的破壞 而是大型規模的破壞 意思就是真的是毀滅的定義 以前面的預言一定會命中來看 魯夫一定是會毀滅魚恩島的 那何謂毀滅呢 你可以說魯夫在這裡跟別人對戰 像是黑屋子要來搶海王 那魯夫當然也有機會阻止 或者魯夫在打聖帝的時候破壞到魚恩島 畢竟聖帝就在魚恩島上方 但我覺得最合理的答案就是 毀滅紅塗大陸 畢竟魚恩島就在紅塗大陸中間 如果紅塗大陸被毀滅了 那魚恩島當然也不復存在 但這更像一種解放的感覺 就像喬伊薄伊之前說要搬運出諾亞 讓魚人們回到陸地的概念一樣 所以毀滅紅塗大陸 或許就是最好呼應這預言的答案 第一 魚恩100%預言 魯夫會毀滅魚恩島 魚恩島就在紅塗大陸下方 再來就是紅塗大陸到底誰蓋的 這絕對是海賊王一大謎底 海賊王以前的世界 跟真實世界一樣 是一片土地連在一起 並沒有所謂東南西北島嶼 真實世界是因為壓力重力之類的板塊才會位移 而海賊王世界最近被加龐克公佈了 是因為大洪水 所以才把板塊分開的 海賊世界以前上升了200米 而這洪水造成的原因高機率就是伊姆幹的 因為他高機率就是800年前持有天王人物 他最近在陸陸西亞王國轟了一發天王 讓海平面上升了2米 但這算是假天王 因為他的能量並不純正 是使用貝加龐克製造的複製品 800年應該有真正的天王能量 之前有說過是尼卡力量 有興趣的可以去看看 而海賊王目前只有兩個天王轟出來的洞 另一個就是在司法島的洞 意思就是之前有一發 可能是直接讓海平面上升了200米 因為如果不是一發就200米的話 那海賊王應該會有100個洞才對 好假設伊姆讓海平面上升 然後板塊遷移了 那搞出紅土大陸的人 高機率就會是他 因為目前聖帝瑪迪喬亞就在紅土大陸最上方 也是除了空島最安全的地方 因為現在海賊王世界也即將再次有洪水了 他是在最安全的地方 當然可以懷疑是他搞的 同時如果真的給你挑一個 讓世界變得那麼混亂的人 當然也只能是伊姆了 所以我覺得伊姆90%就是蓋起紅土大陸的人了 就算不是他應該也是他的同伙 如果是伊姆蓋的話 那魯夫在這裡摧毀他 當然是非常合理的事情 第二 伊姆是蓋紅土大陸的人 再來就是今天的主題 如果打破紅土大陸的話 那跟香吉士完美對應又增加了一個 以上就是三個魯夫會打破紅土大陸的證據了 我覺得算是非常充足的 所以我們來談談他要如何打破紅土大陸吧 這有很多種可能 我們先從最奇葩的方式開始講起 首先就是覺醒的四分五裂果實能力 之前說過八奇高機率也是第一之一組 那麼他就有空白100年第一之一組的宿命 而紅土大陸那麼大一個 要擊碎的話是很難的 而大家當然就會想到四分五裂果實的能力了 確實四分五裂果實是可以辦到的 但會這麼奇葩的原因是因為 八奇如果有那麼厲害的能力 那跟他的人設不符合 這樣會太強了 第一覺醒四分五裂果實 再來就是靠魯夫自己的能力了 那就是殺過他的拳頭直接擊下去 這也不是不可能 畢竟他的拳頭一級比一級大 打每個boss都會變大一點點 而且前面說過 伊姆是有對應羅德的 羅德最終劇情就是被草帽團擊碎牆壁 逃離的羅德 如果對應魯夫vs伊姆的話 最後有沒有可能是擊碎紅魯大陸 逃離伊姆的對應 當然可以想像 第二靠自己擊碎 最後就是最高機率的古代兵器 古代兵器絕對是最適合的答案 畢竟冥王被描述是一艘船 然後他一砲可以毀滅一座島嶼 會說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冥王曾經毀滅過一座島嶼 或者是以後會被拿來毀滅島嶼 這兩個都可以 意思就是之後如果冥王被開出來 應該也會被使用才對 尼姆會說草帽團已經放棄了冥王 高機率會被知道冥王下落的黑屋子繼承 但其實黑屋子也是第一隻一組 他使用摧毀紅土大陸也是可以的 但草帽團也可以把冥王搶回來 如果都不行的話 其實草帽團還有一個伏筆 那就是弗朗基早就把冥王設計圖全部記下來了 這件事情還是一個有機會成為伏筆的東西 畢竟之後再也沒有提到記下來要幹嘛 如果這段劇情不是伏筆 那幹嘛說記下來 所以當然有機會自己打造出一艘冥王 你可不可以說天王也可以 但我覺得天王是會破壞海賊王世界的 所以天王機率比較低一點 冥王會是最符合的 第三 靠古代兵器 大家覺得魯夫如果要摧毀紅土大陸 會依靠哪一個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自己覺得就算魯夫的夢想 不是島嶼連在一起 最終還是會把紅土大陸給擊碎 因為太多暗示了 但我自己覺得夢想是島嶼連在一起 會是最合適的 拋開那些劇情暗示 他跟香騎士這個對應伏筆 真的太無敵了 可以完美套用 尾田這對應狂魔一定超愛 如果大家喜歡上分析請人喜歡留言 這樣才會讓YTV這段選擇 讓更多會看到感謝 今天的分析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